哈嘍 大家好 我是博弈 這堂課跟大家介紹一下為什麼要學GraphQL這個東西 這項技術 那因為在不久之前 其實有同事跑來問我說 什麼是GraphQL GraphQL的好處到底是什麼 那跟Restful API又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在學GraphQL 那這邊呢我跟大家簡介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學GraphQL以及我歸納的三大重點 其實就可以跟Restful有所差異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Restful API不好用嗎 那他有什麼缺陷 為什麼造成現在GraphQL非常非常的火紅 那底下我們就有介紹三點 那我這堂課呢不是要跟大家說 以後都不要用Restful API了 Restful API還是很傳統的方式 那假設你的Client或是你的Server 你的Client他不支援GraphQL的話 那基本上你還是要用Restful API去做溝通啊 因為像一些Lightware的device 比如說像一些IoT的device 基本上你還是打Restful API比較適合 他不可能會有支援什麼叫GraphQL這項技術 所以呢我們還是希望說Restful API還是會用在大部分的地方 那GraphQL現在很火紅的原因是他其實解決得到我們很多 寫Restful API的一些缺陷 那底下我整理的三點大家都必須要知道這三點優勢 那你聽完這三點之後呢 一定要對GraphQL有所認識以及未來有一個新的專案呢 是做Client跟Server之間的溝通的話 基本上用GraphQL是非常非常適合前端跟後端的溝通 好我們來講一下GraphQL的三大優勢 這三大優勢基本上就跟Restful API是有所差異的 好首先第一個呢 一次Connect可以拿回頁面 所有的資料 那你大家可以想像說一個頁面呢可能會有很多Component的 那我直接拿例子來舉例一下 好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Web 我們來看看這個Web 這個Web你看它上面所有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說右上角會有一個你的user profile 然後接下來呢中間會是一個整篇的內文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是callRestful API的話 你會call兩個API 一個是右上角的getuser profile 另外是比如說getblockpost之類的 那這兩個API其實你在Restful底下的話 你會看到你在console底下 你在webconsole底下你去看Network這一塊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call兩個API 一個是getuser profile一個是getblockpost的 那在Graphic這一邊呢 其實它就可以把這兩個connection給合在一起 用Graphic語法來直接給送到後段 我一次就拿到user profile或者是跟這個blockpost的文章 所以呢原本的兩次的connection下變一次 好這個我們來直接來demo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們首先我們打開Graphic playground 那Graphic playground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去用 怎麼樣方式去用用一個 用一個client的query去拿到兩種不一樣資料 首先我們看說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我們可以下query 那query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間這一塊是第一個query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個中間的一個列表 一個users的列表 那這users列表呢其實打開的資料的大致上會長這樣 有個users有個user裡面的資料 那底下呢我們可以把這個這兩個users跟me給串在於me的話就是getuserprofile 那getuserprofile就是右上角這一塊 所以呢其實我們可以把一個queryquery語法寫在一起 然後按下送出之後呢它其實就拿到這些資料 首先我們拿到login login會拿到token 拿到token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 hdpheader裡面帶過去所以呢我們可以把很多很多的query語法給組在一起 比如說你有users啊有me啊或者是說你的header也是進到data base你會直接取出來 所以你按到按下query之後呢其實基本上它就拿到users跟me 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拿到右上角的getuserprofile跟中間的一些metadata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一次的convention可以拿到這個頁面你覺得需要一次拿回來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優勢這個是在在瑞士福API是無法做到的 接下來第二個優勢是根據不同的畫面拿到不同欄位的資料 那我們可以想要說在這個畫面呢我們右上角呢雖然是userprofile 那我們只需要一個profile的UIL就是一個照片 它沒有我不需要什麼姓名名字啊什麼之類的 那這時候呢你在設計瑞士福API的時候基本上我就只會給你一個userAPI 那這userAPI拿到你就可以拿到他的email啊 forsetnetnetnet啊還有一個userprofile還有一個他的coverage UIL 所有的各式各樣的資料都有 那你一次拿回來之後那根據你自己的畫面 你在自己挑你想要的直接拿嘛 但是這中間會浪費的很多網路上不要傳輸 因為我這個頁面就不需要用到嘛 那你API為什麼會為什麼會給我 那當然你當然你可以講你你可以說那我的RESOAPI也設計成各種依據不同的畫面去 根據不同的畫面去拿回傳不同的資料但是我覺得這對Beggan來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Graphic Q呢幫我們解決掉這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一樣是看待這個規律語法 這個規律語法你可以知道說當我直接這個me的時候是getuserprofile 那我這個頁面可能只需要username跟email 那我就直接拿這兩個語法就可以那我就拿到這兩個的資料 那假設我的頁面只需要username那我就把這email拿掉 拿掉之後按下規律他只會回傳給我一個username 所以基本上這對於我們網路的傳輸量可以縮短了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優勢非常好 所以根據不同資料 所以我當然我後端的話也不用這麼累 我一樣是出一個完整的API 那前端就可以依據說我這個頁面需要拿到什麼資料 我就拿什麼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在後段我們只要定義說 我的userprofile裡面會有什麼樣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拿 那我們就把這定到userprofile就可以了 那這個列表呢列表上面會有什麼東西 你就根據你的列表需要的欄位自己去拿 反正我後端就開全部給你 但是你前端可以根據不同頁面去拿不同的資料 那我覺得這是Google GraphQL的 一項好處 好 再來第三項的話就是 API是即時更新的 也就是說你在寫Restful API的時候 你應該用到什麼swagger這個套件的去產生這個 Restful API文件 但是呢在GraphQL這一層呢 其實完全不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GraphQL的Playground 它其實可以去把你的 所有的後段API給列出來 你看到右邊這個Docs Docs你會看到說 它全部把所有的API都列在這邊了 那這個API比如說密尼泰回傳是user的type 那就是它你點去之後 你會看到說這個user底下會有哪些欄位 一清二楚都寫在這上面 所以基本上你的Client端就是你的前端工程師 其實根本不需要去跟後端工程師講說 你這個API裡面到底會回傳什麼欄位呢 那我今天要新生一個欄位 你可以跟我講他欄位名稱到底是什麼 完全不用溝通 你只要去打開Playground 然後跟你的後端的server去連接上8080Pol Graphicure基本上就完成了 完成這項動作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API都是即時更新的 後端只要一更新之後 到前端的欄位就 這邊的Doc欄位就一次更新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處 就不用再去維護什麼 Documentation的之類的東西 你不用去引入什麼swag 基本上Graphicure就幫你做完了這一層 那這是我覺得Graphicure的三大優勢 我覺得你一定要了解這三大優勢 那你這聽完之後你肯定會覺得說 Graphicure這項新的技術一定是非常好用 一定可以用在前端跟後端之前的溝通 減少很多前端跟後端的溝通 所以基本上我很建議大家去 認識一下這個Graphicure的優勢 那取決於各的專業環境的狀況不同 來決定說你要不要用Graphicure還是Restful API 那基本上現代的網頁 你只要是在做對外的服務 基本上我的建議就是 語律採用Graphicure搭配Restful API 這兩下一起搭配來 我覺得會是最適合的模式 好這段課就跟大家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Graphicure的這三大優勢 以及為什麼你需要學Graphicure